不为退步找理由,要为进步找方法。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 敢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老师希望你们找到成功的路。 加油! 第三课,经理对我印象不错。 下, unit 3, kesan manager terhadap saya baik bagian 2. Poin pertama, 首先,其次, di dalam bahasa Indonesia diterjemahkan sebagai pertama-tama selanjutnya. Frase ini sering dipakai dalam bahasa tertulis atau bahasa formal untuk menyatakan urutan dari suatu proses. contoh, 不管做什么事情, 首先应该明白, 你为什么要做, 其次要知道怎么做. 不管做什么事情, 它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首先, 要穿正式的衣服, 这会给面试者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让他觉得你是一个认真的人。 其次, 应聘时不要紧张。 要穿正式的衣服, contoh, 很多人遇见到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想到的是上网查一查。 很多人遇见到不明白的地方, 首先想到的是上网查一查。 Banyak orang, di saat menemukan hal yang tidak dimengerti, hal yang pertama kali dipikirkan adalah mengeceknya di internet. Poin kedua, Pukuan merupakan kata penghubung yang berarti tidak peduli. Biasa diikuti dengan kata ganti tanya seperti 什么, 怎么, 谁, 哪, 多么, juga sering diikuti oleh kata 还是, ataupun, 都, contoh, 上班不管做什么事, 都非常认真, 上班不管做什么事, 都非常认真, 上班 tidak peduli dalam hal apa pun, selalu sangat serius. Contoh kedua, 不管是上课, 上班, 还是与别人约会, 准时都非常重要. 不管是上课, 上班, 还是与别人约会, 准时都非常重要. Tidak peduli, mau itu bersekolah, bekerja, maupun membuat janji dengan orang lain, tepat waktu itu selalu sangat penting. Contoh ketiga, 不管忙不忙, 他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身体, 不管忙不忙, 他每天都要锻炼一个小时身体. Tidak peduli sibuk atau tidak sibuk, dia tiada hari, harus berelahraga selama satu jam. Poin ketiga, perbedaan antara不管 dengan jingkwan. Pada poin ini, Lausa akan menjelaskan di dalam bahasa Mandarin. Terlebih dahulu, kita akan lihat contoh kalimatnya. 我们先看 list. 第一个, 不管明天下不下雨, 我们都要去爬山. 不管明天下不下雨, 我们都要去爬山. 第二, 尽管外面下不下雨, 他还是照常去爬山了。 尽管外面下不下雨, 他还是照常去爬山了。 第三, 当时不管不管谁劝他, 他都不听。 当时不管谁劝他, 他都不听。 第四, 尽管王明一再劝他, 但他还是不听。 尽管王明一再劝他, 但他还是不听。 第五, 不管这个问题有多难, 我们都要把它处理好。 不管这个问题有多难, 我们都要把它处理好。 第六, 尽管这个问题很难, 我们还是把它处理好了。 尽管这个问题很难, 我们还是把它处理好了。 连词不管和尽管的意思不一样。 不管跟无论不论的意思差不多, 表示某种情况或动作形, 行为不受任何条件的限制。 他表示的是假设的情况。 如第一个例子, 不管明天下不下雨, 我们都要去爬山。 表示, 如果不下雨, 当然要去爬山。 如果下雨, 也要爬山。 根本不受天气条件的限制。 由于不管强调在任何条件下, 结果都不会改变。 所以, 在用法上, 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那就是, 不管的后面不能只是一种情况, 而必须有两种以上的情况。 而且, 后一小句, 还要用上都。 尽管跟虽然的意思差不多, 表示让步。 它表示的是, 一个已经存在的确定的事实。 因而, 跟不管不同的是, 尽管的后面, 只能是一种情况。 我们看一下例子, 第二个例子, 尽管外面下着雨, 下着雨是一种情况。 还有第四个例子, 尽管王明一再劝他, 王明一再劝他, 也是只有一种情况。 还有第六, 尽管这个问题很难, 很难也是一种情况。 当一个人, 先从自己的内心开始奋斗, 他就是个有价值的人。 相信你做得到, 你一定会做到。 我们下周再会。